我是車欣 我是101級畢業的 對 就是24歲 不用算啦 好 那我現在就是要回答一些關於我跟李翰老師的一些關係 跟我們認識的過程 那時候我原本其實是在希望補習班上課 因為我那時候是數理很糟糕的學生 然後就是有透過老師的介紹 然後所以李翰老師那時候算是 就是希望補習班裡面其中一位老師這樣 老師上課的特色就是很吵啊 沒有 我覺得其實李翰老師會之所以這麼有魅力 會吸引學生來就是因為他算是一個很搞笑 但是又不失威嚴的老師啦 對 就是因為其實我覺得他跟其他處理老師的方式 就是可能其他處理老師就一直酸一酸 然後背公式然後或是海量式的題目這樣 但我覺得李翰老師非常重視我們思考 然後常常就是很觀念性的教導我們 所以他的功課不會是很多 但是他的題目都是 就是精選中的精選讓你就是疏通你頭腦所有的觀念 就是一直灌輸的觀念都是 就是他不會可能這個章實的東西 你就只會這些東西 就是他會把數學變成是 就是融為一體 你就會覺得什麼觀念都實用這樣子 對 那所以當初選擇李翰老師是因為 就是因為我覺得就是他的上課的態度吧 就是我覺得他除了很好笑之外 就是很有哏的一個老師啦 然後他也會常常教導一些我們就是人生的經驗啦 然後就我剛剛講 他跟其他數學老師不一樣 就不會都是用死輩的方式 然後他也是對學生非常負責任的老師 我覺得他這算是很認真的一個人這樣子 嗯 那最後有什麼 可以勉勵就是李翰老師學弟妹們的話 哦 就是好好跟著老師的腳步 因為我原本是一個就是數以百事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是 欸 數學這考得還不錯 哈哈 就應該真的算是李翰老師就是救了我這樣 然後所以 以至於我現在也推薦我 我親弟弟也是在上他的課 對 然後我覺得無論是針對於要上大學還是要畢業的人 我覺得都是不要慌不要怕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不喜歡現在的科系 我覺得其實也沒有關係 因為真的很少人 就是你念的科系跟最後工作是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你念的這個東西還是要認真念 因為他將來是會成為你人生很重要的那個養分這樣 對所以就是加油 然後可以常常回來看老師 因為每次回來我覺得都會從他身上又學到 或是就是重新交流出很多新的東西這樣 加油 謝謝哲經 謝謝 謝謝